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25日签署一项行政令 旨在落实为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和研发提供527亿美元的芯片法 拜登总统两个星期前签署生效的《芯片与科学法》 已提升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竞争力 通过为美国芯片制造业提供补贴 并扩大对科研的资助 这一步的法律旨在缓解芯片的持续短缺问题 这问题已影响从汽车及武器到洗机和游戏机的所有产品 芯片与科学法 还包括为芯片工厂提供投资税收抵购 预计将达到240亿美元 此外这项法律还要授权在未来10年 为美国科学研究提供2,000亿美元的金费 拜登星期四行政令设置了实施芯片法的6个优先事项 包括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 满足经济、可持续性以及国家安全的需求 确保美国在微电子领域的长期领导地位 刺激私营部门的投资 创造就业以及创业机会等好处 以及加强和扩大地区制造与创生生态的系统 感谢观看